一些比較狹窄的地形 要一起做左倒角或右倒角的動作 要不然其實他在這種寬闊的海面上 他只要滑正角就好 方向就是由後座來控制 後座在控制方向的時候有一個重點 你不要等整個船隻歪掉了 歪成90度之後才來控方向 那太晚了歪一點就要去修正 基本上後座的人 他沒辦法像前座的人一樣 一直滑固定左右槳這樣交換 他可能船隻歪一點 他就要只滑右正槳或左正槳 或是左倒角、右倒角 他一路上沒辦法一直這樣交換滑 沒有辦法 他其實會一直要去做修正 這是後座的責任